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咱们来看由西西维亚所写的《枕上书童言》,竹红荒,第九章。 阴阴实弊,只闻得水滴落入池塘的丁东营。 幽暗之中,银色长发将周围微微点亮,骨节分明的手指拂过他额间的凤尾花,将盖在他身上的袍子又往上拉了一拉。 足以他带着凤酒出了第八层,自那出口而出便来到了此处。 这里是个山洞,被黑暗吞噬,没有一丝的光明。 这层是黑暗洞穴,仅能勉强看见半仗内的事物,被遮了双目,行动便就不那么方便了起来。 周围有些什么,东华大致是知道的,是以仙杖拢着他们,将危险隔绝在外。 他们在这里也有一天一月了,自他将凤酒从衣袖中取出后,他们便没有挪动。 他们在第八层和第九层总共困了四天,四天的严寒再加上与酒头交的那场激烈打斗。 果真将凤酒的身子扛不住了,紫衣尊神俯着他的额角,感受那里有些过高的温度,另一只手替他噎了噎袍子。 凤酒已经昏睡一整日了,昏昏沉沉唤了他好几声,嘴里嘟闹着冷,却是滋滋地往外冒汗。 他睡得很不稳,时不时地就把他的袍子拆到一边,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地躺在冰冷的石壁上。 东华只得时时刻刻看着他,替他再把袍子给噎回去。 东华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梦,记忆中,似乎每次在睡梦中他都会哭,也都会换他的名字。 除了他的名字之外,总还会连带上另外两个名字。 帝君,陛下,东华。 这几个字他也是听了好几次。 东华有些好奇,那帝君与陛下究竟是何人,而他为何又会换着他的名字? 前每回都还须得和那两位并提,这教子一尊神莫名有些不太高兴。 冷,还是冷吗? 他再一次附上了他的额头,内处的确依旧异常地烫。 东华,被换了名字的银发尊神,索性将地上的女子抱了起来,他懒她进怀里,用袍子将她裹了个岩饰。 这还冷吗? 凤九委屈地点了点头,那本君可就没法子了,除非点把火,直接把你给烤了。 嘴上虽是这么说,东华却又紧了紧臂弯,好让他贴得更近些,来分得他的体温。 一起头顶那颗要学一个月的灾心,他暗自算了下时间,这里是第七层,也就意味着还余下六层。 剩余的二十五天要出七层,那么便是每层分得三天时间有余。 这一层无非就是找山洞的出口,只不过该往前走还是往后走是个问题,若不幸则错了方向,怕是要在这一层多号上好几日。 除了第六层和顶层他已是知悉外,其余四层竟然还是个谜,而顶层是个麻烦,想来定会多花上些日子。 傅佑散了散那颗灾心的兽数,东华觉着得在这段时间内做个决定了,究竟是向前走还是往后退? 双眸合上,片刻后傅佑开启,他捋了捋他汗湿的额发,低头问他,小白,意想往哪边走? 第二日,又折腾了一晚上,终于折腾出一身热汗的凤酒清醒了过来,周围黑悠悠的,他看不真切。 只有东华身上的白摊香叫他在这伸手勉强看得见五根手指头轮廓的地方安了心。 他把半个身子从东华的袍子里探了出来,清冷的空气让他感觉舒服了些许。 东华就在身旁,他侧躺着,由于洞内太暗,也不知他是否只是在养瞌睡。 这几日,他清醒的时辰夹起来捅共也没有一天,都是东华揣着他在走。 望了望乌七妈黑的四周,他猜他们又上了一层。 想起他昏睡前的那场天翻地覆,凤酒觉得东华定是打了场硬价,所以才会累得需要睡上一会儿来补充体力,也不知他有无受伤。 想到这里,凤酒扎起了他的袍子,凑近看了一番,上头果真有些血迹。 他朝他那一处挪了挪身子,从头到脚又是一番查看,中医上基本没发现什么血迹,想来外袍上的应该不是他的吧。 凤酒抱着膝盖,坐在他的身侧寻思了一会儿,东华这么厉害,该也没那么容易就能叫几条猛奸老爷给伤着。 他安了心,所以将外袍盖在了他的身上,接下来这几层还都得养着东华才能出得去, 他可得好好照顾他,不过除了给他盖盖衣裳,凤酒也想不出自己还能为他做点什么。 毕竟强如东华,一时将所有事情都做到了极致,让人无法超越, 自是不会留下破绽,叫人看出了他的弱点来。 耳盼回荡着滴水声,凤酒的思绪飘回到了凡间,那时他还未得宠, 整任里无所事事地在那座深宫大院里消磨时光, 那两年,也不知是哪位不语的小心当班,时不时地就要给他们这处凡事浇上些雨水。 一场秋雨,一场凉,浇得他心都要死了一半, 他就这样半死不活地等了他两年,生生将原本活泼的性子磨得稳静了起来。 若是没有后头那两年多的幸福光景,也许一切都会不同了吧。 想到这一处,凤酒欺然累下,陛下带他的好,怕是这一辈子帝君都给不了他。 他曾经说,他们九尾狐足,情路都太过顺畅,因此所有的情节都落到了他姑姑身上, 那时他还未料到自己的情路,竟会比他姑姑来得更坎坷。 他爱上了一个不能给予他爱和未来的男人,也一并压伤了自己的漫漫神声。 本君又没死,你哭什么? 凉凉声音传来,凤酒回了绳正对上那双熟悉的眸子, 他抬手擦了擦眼睛,背过身不去看他。 没什么,眼睛里进了灰尘。 想往哪边走? 没头没脑的一句问,叫凤酒摸不着头脑。 年轻时的东华一直都叫他适应不过来, 虽然是子役引发的模样, 但与太成功中的他相比,要更随性,更匹性,也更不讲当理些。 他的思维总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就比如眼下,他突然问他想往哪边走。 凤酒不明所以,又不愿被他那张不羁口德的嘴数落。 于是他随便指了一指, 子役尊神遂起身,披上了外袍,并说了心仗。 这处不太安全,你是要跟着本君走, 还是继续在本君的袖子里待着。 凤酒想了想,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少干些拖累东华的事为妙, 于是他起身带了带衣裙,很是善解人意地打他。 还是我自己走会儿吧。 子役尊神摁了一声, 随转身朝着他指的相反方向迈了步子。 等等,你问我要往哪边走,不是为了与我商量? 本君只随便那么一问,又没说会听。 凤酒一愣,所以反应过来,刚刚又被这个紫衣上的神仙给耍了一刀。 正当气得咬牙切齿之时,前方又飘来了他凉凉的声音。 上一层有的东西,这层也有,声音荡在石壁间飘渺空灵。 回想起那遍地的白蛇,凤酒狠狠地打了个机灵, 所以迈了大步,赶紧跟了上去。 既然你都已经择好了方向,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地来问我? 本君何时说过择了方向,凤酒更疑惑了。 那你为何要朝这处走? 东华问了一声,因为你要说往那处走。 凤酒愣了半晌,这是哪门子的逻辑? 他说要往那处走,商量军就偏要走反方向。 凤酒一阵唏嘘,年轻时候的东华这叛逆随意的程度, 简直是令人叹为官职啊。 他们一前一后地走着,许是因为东华照顾他,顾步子并不快。 不多时,他们便站在了个岔口前。 岔口的三条道看起来都是一般模样,也无是线索可循。 东华开始计算他们选对的概率只有三分之一, 又兴许他们一开始便走错了方向。 你选一个。 凤酒不太情愿。 我选了你会听? 不会。 子依遵舌回答得不加思索。 那为何还要我选? 为了排除一个选项。 那我是不是得认真地选一下? 一片黑暗中,凤酒白了他一眼。 自是要的。 别到时候走错了路,还要来怪本君。 若是此时在他的衣袖中,凤酒定是要忍不住, 狠狠咬他一口来挤气。 东华于是叫他好好选,他便于是不能如了他的愿。 于是他朝着中间那个岔口一指, 然后等着东华做出决定。 子依遵神思量了一会儿, 所以朝着右边的岔口迈了步。 这个山洞很是狭小,味道亦不太好闻。 也不知走了多久,东华突然便收住了步子, 回过身,他异常严肃地问他。 你方才当真是想选中间的那条。 他傅又靠近了他一步。 本君让你好好选, 你可有真的好好选。 面对东华的咄咄质问, 凤酒支支吾吾。 原本相信这条道来着。 严毕便见子依尊神调转了方向, 朝来时的路又折了回去, 凤酒不迷所以, 只得跟着。 又不知走了多久, 他们方才回到了岔口处, 东华为座片刻停留, 身子一侧便入了中间的那条道。 凤酒很是疑惑, 但一路上他都觉察到了东华的不开心, 所以不敢开口多语。 这个山洞要宽大些, 依旧散着股叫人非常不舒服的气味, 又往里走, 气味越是大。 凤酒开始怀疑他们又走错了道, 头顶孙孙两翼袭来, 抬头一看, 凤酒挤了一身的疙瘩, 无数的目光盯着他们, 宛若坠满繁星的苍穹, 可这些个繁星点点却叫他毛骨悚然, 不过比起那些滑腻无毛的长虫, 头顶这些倒挂着的蝙蝠老爷, 为时也没那么叫人害怕了。 等到再一低头时, 周围本就漆黑一片, 若不是东华的一头银发, 他其实很难跟住他, 眼下不过才那么一抬头的功夫, 东华便不见了踪迹, 难道是方才自己的硬性妄为, 叫东华生了气, 继而抛下他自己走了? 周深响起了熟悉的吸塑声, 吓得凤酒绷紧了身子, 连大气都不敢出。 东华也说了, 上一层有的东西, 在这一层也是有的, 上一层好歹还是个白昼, 可眼下这趋黑山洞中却什么都看不清, 若是突然遭袭, 他定是来不及躲避。 记出了常见, 凤酒紧张, 而又徒劳地四处张望, 他能感知到吸塑声的靠近, 却不能变轻方位。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杨战学师傅没教过你吗? 灵台内想起了东华 在兽华野林子里说过的那句话, 既然眼睛是指不上用处了, 那索性便气了吧, 于是凤酒闭上了眼睛, 将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听觉上, 屏蔽了视觉, 听觉果真敏锐了起来, 却让他更为害怕。 周围不止一条蛇, 若是没判断错, 至少有两到三条, 左右各有一条, 还有一条他不是很确定方位。 握紧了手中的长剑, 凤酒强迫自己冷静些, 东华不在身边, 便是谁也靠不上了, 能救他的, 有我有他自己。 想到这一处, 他暗自将东华一通骂, 这一分心, 却好似让那几条蛇给察觉到了。 凤酒觉得他们又靠近了几分, 额上渗出了冷汗, 脑海中一直浮现着小狼弟弟被绞杀的画面, 他还分不清这几条五毛老爷的体型。 若是眼内般大的话, 他今日便要被绞死生吞了, 若是小体型, 那么就是被咬毒发的结局。 自从来了水沼泽, 凤酒从没想过, 自己竟会如此没用到就这么挂了。 他来这处, 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强大, 也是为了顺便见一见年轻时的东华, 不曾想今日就要被他给害死了。 若是让帝君晓得, 他又当如何面对这样的结局? 岂然苦笑, 他终究还是把这天命想得太简单了些。 东华说得没错, 有一句话叫做天意难为, 但他是青秋白家的仔, 无论在何时在何地, 都不能丢了青秋的颜面。 他握紧了手里的逃柱剑, 既然横竖都是一个躲不过, 那么便一决死战吧。 左右两条蛇同时出击, 似是为了要争夺猎物, 凤酒凭着渐进的吐息, 判定了他们的位置与距离。 水沼泽的十几年, 虽说时间并不长, 但在剑术上凤酒却有着长足的进步。 剑光横扫, 惊动了这洞里的住客, 周围突然嘈杂一片, 将西宿舍淹没。 凤酒一惊, 心了, 坏事了。 他徒劳地挥舞着长剑, 完全没了章法。 就当他陷入绝望之时, 熟悉的白檀香盈盈扑来, 凤酒猛地睁开眼睛, 便见到深浅紫色的身影一闪而过。 头顶西宿有东西掉落, 由于实在是太暗, 免得没被咬死, 反而先被吓死。 不多久, 山洞中便再次安静了下来, 随后, 鼻底层极寒之地还有冰冷的声音, 带着明显的怒意袭来。 本君的话, 你就这么不愿意听。 凤酒觉得自己挺冤枉, 他方才明明听了他的话, 用耳朵非常仔细地在听。 若不是有本君的天罡照着, 你此刻就该是头死狐狸了。 许时他便未遇, 走了这么多路还受了惊吓, 死里逃生的凤酒已是觉得快要站不住, 他强征着身子, 将手中的逃柱剑收了起来, 眼下他伪实没有力气与东华吵架, 他只想快点出了这一层, 至少他知道第六层还算个相对正常的地方。 走吧, 我会跟紧的。 于是如此, 要麻烦啊。 你从 time跌倒。 我中国之间站的口湾 30 gord际,